据江苏网络广播电视台消息 8月30日 扬州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8月29日临至24时 扬州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日45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 同时,有148例确诊病例 目前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治疗 其中轻型14例 普通型134例